太后便当着满朝文武的面 封皇子邪为陈流王 给他来个平分秋色 好 世人皆知全力好 若无真才头上刀 大家好 我是二明公 黄金起义军主力被镇压之后 地方割据势力迅速发展 外戚和宦官的斗争也日趋尖锐 由于灵地病危 这历寺之争 便在张让为首的十位中长士 与国舅大将军合进之间 悄然展开 那灵地刘红留有梁子 和皇后生的嫡长子刘汴 王美人生的皇子刘邪 这和皇后因嫉妒 心狠毒死了王美人 皇子刘邪便养于董太后公主 这自古以来 楚位基本是立长不立贤 可在灵地眼里 却更喜欢皇子邪这个数字 所以 这眼瞅着要咽气了 也没立太子 眼下皇位将恐 这婆媳俩也如那水火 难以相容了 很快 灵地驾崩 张让为首的十长士 为了帮助董太后 立刘邪为帝 便与之密谋 先除掉和皇后的哥哥 大将军合进 再废除 嫡长子刘汴 好 大将军可曾进攻 哥们正在路上 要遭留消息者 展示 没想到啊 灭口的消息 被十长士之一 简硕的手下攀隐 告知了刚回京市的合进 这知道了底牌 自然有应对之策 合进 有惊无险地过了生死之管 他没死 那十长士 可就没好活了 最后 张让想到一辙 让与董太后联系的 简硕背骨 然后 在求情于和皇后 当初他小和 可是靠着宦官势力 上位的 一定OK的 另一边 逃过一劫的合进 是要铲除 这帮没根的玩意 曹操建议 应先政军位 再诸宦官 孟德之言 正合我意 此时曹孟德的远见着实 已经隐隐过于他人 他能有此心 日后 携天子以令诸侯 才玩的 比谁都明白 随后 借着先帝葬礼之计 合进 以权发难 让本该成为太子的流便 即刻继位 让晋升为太后的妹妹 临朝辅政 臣合进 恭贺太子 承继皇位 万岁 万岁 万万岁 这流便坐上那 让人垂涎的龙椅 不但味露喜悦 反而泪眼婆娑 也难怪 如今这天下 皇帝只是傀儡罢了 他人说邪便邪 说杀便杀 和好之友 另一边 在合太后的劝说下 已经奉上了简术的人头 这合进 也才打消了铲除 其余中常事的念头 这帮老太监 虽然躲过一劫 可心里不服啊 一山不容二虎 他流便继位 合进这个舅舅 自然首掌大权 那自己这帮老逼等 可就没有说话的权利了 于是 向太皇太后进言 这乾坤未定 您老亦有翻盘之力 他和太后母随子贵 但对您这婆婆也必须尊敬 眼下您说句话还是好使的 明天 合进不上朝 您可以来个快刀斩乱麻 封刘邪为陈刘王 封你大哥董崇 为票挤将军 如此这般 不就与他和太后 平分江山了吗 好 就来个垂帘听政 简短结说 第二天散了朝 戏耍于将军府的和进 就得到了消息 那董太后突然临朝挺政 将之封皇子协为陈刘王 甲封国就董崇为票计将军 并重用十常事 共立朝政 此事若不是十常事的主意 则就是太皇太后 胡作非为 这不管是谁的主意 这伙人也绝对不能留一个 于是 与妹妹和太后商量了一个决策 当初汉环帝去世时没有儿子 皇后窦庙 为了控制朝政 将董太后的儿子刘宏 过继为自己的儿子 这才有了汉玲帝 虽说董太后是刘宏的亲母 但是在礼法上 只是住在宫中的攀飞 如今玲帝已死 按礼法 他连居住内宫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 一道圣旨下来 直接被打回原来的封地 浊气仍前往原封地安置 先令日下 立即前往河间 这可真是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这太皇太后在千禧途中 被何进赐了阵酒 看着眼前的毒酒 悔恨之心涌上心头 权力 真是一把无形的刀 得知杀人于千里 失之自灭于天地 如果又下辈子 没有铁腕 腕不可卧之啊 阳头一眼而尽 这太皇太后引阵而死的消息 传回了宫内 这帮老太监 可是孙悟空大闹天拱 慌了神了 最后还是决定 见风使舵 抱何太后的大腿 几个老家伙 使出了浑身解数 跑东跑西 跑遍了太后的娘家亲 给何太后安排的是 一点脾气都没有啊 门子走到我母亲 跟二伯舅那里去了 害怕 我保不住你们这几条老命 话说回来 何太后真的会因 几个老家伙的口舌 而保他们吗 当然 成分肯定有一些 但更多的是 汉河帝立下制度 皇宫禁帝 由宦官统领 自己还要靠他们平衡势力 巩固皇权呢 既然太后要保 犯难的就是哥哥何进呢 如今 只能眼睁睁的 看着燕党 作威作福 这袁绍给他出了个主意 既然太后 拿大汉制度说事 咱可以借助外援呢 大将军 可照四方英雄之势 带兵进京 除去燕换 到那时 不容太后不从 妙测 妙测 随后 招来主部陈林 广发英雄帖 静待有缘人 这曹操文德此讯 那是极力劝阻啊 万一招来的势力 伟大不掉 局面将难控啊 再说了 废燕党 亦废难事 只要除去头目张让 自然树倒胡孙散 既不违背大汉制度 您的大权 也不再受威胁 何乐而不为呢 哦 我想起来了 梦德乃宦官之后 故而怀有私情 这给我曹哥气的 宦官怎么了 过几天 你连宦官都做不上呢 乱天下者 别合计 这英雄帖下发多日 终于得到了回信 西梁刺史董卓 愿意帅二十万大军金洛阳 扫清烟党 其实后汉书董卓传里记载 当时董卓也就带了三千来银 想想也是 何进手里也就几万人 他再傻也不可能玩火自焚 董卓之所以成事 还是因为何进玩脱了 怎么脱的呢 往下看 他董卓的人品是人人皆知 得知他要带大军进洛阳 群臣无一人赞同 如之为首的几个老臣 以辞官为要挟 都没能挡住何进的一意孤行 其他要臣也都是心生不满 但无可奈何 这张让等人得知何进要下死手 也决定破釜沉舟 祈求何太后让他下意旨 招大将军进攻 我们几个跪地下求饶 让他开恩 实则是要借机弄死他 这何太后在几个老东西的 软磨硬泡下 也松了口 行了行了 就依你们吧 在他看来 这件事说开了 对大家都有好处 他哪里知道 正因为他那糟糕的大局管 让东汉彻底走上了不归路 得到妹妹意志的何进 没有过多考虑就要进攻 陈林曹操元绍 那是好言劝进 好理道琼 那时常是已经知道董卓前来 此次招你必定有诈 妾不可自投罗网 何进呢 就一句话 太后是安亲妹妹 害谁还能害她秦哥吗 说完 坐车朝着宫里赶去 这真是应了那句话呀 好良言 难劝该死的鬼 大慈悲 不度自觉人 宫里这边 张让已经安排人 埋伏于何进的必经之路 这何进进了宫门 嘴里还满是不屑 我掌天下大权 张让端归的人 干我怎样 他会怎样 身后的张让心想 怎样 弄死你被怎样 这门外等候的袁绍曹操等人 等了半天 等来的却是一颗人头 这大将军一子 宫里可就乱了 曹操袁绍二话没说 直接带人绞杀燕党 张让等人也是被逼无奈 看看能否携天子 以领诸侯 当曹操赶到后宫 叫醒太后的时候 这傻娘们才知道 自己到底干了什么 一手好牌打得稀碎 迅速寻找皇帝 陈流王 经过一夜的追杀 终于杀进十长室 找到了皇上和陈流王 说来也巧 一行人等刚要回时 便遇到了进京的董卓 两人两口 所出之言亦是云泥之别 流遍兴师问罪 不思厚禄 流邪言语圆华 柔中带刚 年纪虽小 以显露欲人之术 不禁让野心昭天的董卓 起了费力之念 前面说了 董卓实际也就三千来人 怎么成事的呢 老伙计别看长得出广 但心眼可不少啊 他让自己的三千人 白天大张旗鼓进城 晚上喵翘出城 连续搞了这么四五天 不知情者就以为 他董卓有个几万人呢 老伙计这么一咋唬 顺便就把何进宇 何苗的旧部收编了 再吓妥了 纸老虎摇身一变 成真虎了 那家伙给洛阳祸过的 杀人放火 奸淫掳掠掠 人不干的事 他全干 要说真没有人 能治得了他吗 哎 还真有 下集 丁元一子吕布 吕凤贤 仅凭一人一己 便挑得董卓手下大叫 没了脾气 我与吕布乃是同乡 深知此人 有勇 很无谋 见利望义 远凭三寸之蛇 睡吕布来详 出чик的凭三寸之蛇